第四季節 早在四年前就已經在 NDS 上面嚇死不少玩家的《瘋魔醫院2》 是一款第一人稱恐怖冒險遊戲 現在移植到電腦上面 將遊戲品質全面提升 準備要用更加真實的怪物來嚇破玩家們的膽子囉 玩家們要在這款遊戲當中 扮演喪屍記憶的主角威廉 身處精神病院的他 時不時的會進入另外一個世界 這個世界陰暗又血腥 還有各種恐怖又不友善的怪物 在身邊叫啊叫的 光是聽到這些聲音啊就要被嚇死了 在這個連正常人都會瘋掉的精神病院 當然要想辦法逃出去囉 好在一路上會找到不少武器 像是粗糙的小刀、鐵錘、手槍斬等 讓玩家們至少能夠反擊這些可怕的怪物 而且啊好歹這邊是一間醫院 什麼不多藥品最多 一路上玩家們會找到許多藥物 除了有基本的補血藥之外 還有能夠暫時無敵的腎上腺素和抗毒血清 逃脫的過程中 玩家們會發現許多主角自己寫給自己的紙條 還有許許多多奇怪的疑點 究竟主角威廉真的是瘋了看到一堆幻象 還是這間醫院背後有著更大的陰謀呢 好歹 Bueno 好歹! 好歹! 很多ций都算不動 你沒有什麼什麼 好歹? 好歹! 還有一路上次 好歹! 好歹!